哈嘍,大家好,我是八九 這兩天的假日啊,台灣跟中國可說是兩樣情 我這幾天的影片也介紹到了 中共政府以人多為藉口會發生踩踏事件 而學校則是以中華民族不過陽節為由 當然啦,各方都會有各方的要求 但事實上就是不准過陽節 是吧,禁止人民角色扮演上街 也禁止餐廳酒吧夜整舉辦變裝派對 而許多人開始轉戰到上海的中山公園 沒想到政府馬上就宣布 欸,這個中山公園啊,剛好這麼巧 你們宣布要轉戰的時候我就剛好要維修了,怎麼樣? 我剛好也維修到11月1號萬聖節結束 昨天甚至連耶穌、如來佛都被公安給抓走了 看來黑神話悟空是對啦 神佛什麼的都沒有御地大 都沒有那個三連任的習主席大 還有人Cos范冰冰也要給抓啦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搞笑的畫面 大家有沒有聽到後面有人說范老師記得要交稅啊 不要跟我說公安也在Cos抓范冰冰逃漏稅的那個角色 他們在演繹那個場景 不僅如此啊,連史室蝙蝠俠也逃不了中共陸續的抓捕 我們帶大家來看這個 呃,中共是怎麼迫害這個 這個漫威或是DC的齁 好很可怕 好可怕 是嗎 在這裡 我去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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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什麼 我去給你 任何人啊都没有党大都没有习主席大 最荒谬的是警察以为那个老外是在扣死老外 结果真正扣死老外的中国人在后面没有被抓 有没有非常搞笑 这算不算一种歧视呢 这个如果搬到西方国家这样查中国人 这就是歧视啊 你这个中国人为什么眼睛这么小 你是不是在扮演中国人 你这个中国人为什么是黑头发 你是不是在扮演中国人 带去盘问 然后呢微博就炸锅了 啊那个美国又辱华了 美国又怎样歧视啊 又来了 还有很多的COSER为了逃避公安的拘捕 临时跑到了附近的饭店 开了房间 在房间那边等警察走完这个区域再出来 那他们就闲着没事 开始在里面打卡拍照 非常荒唐啊 很可悲耶 明明可以在大街上大家一起嗨 然后又搞到自己一堆人去开个小房间 在那边躲警察 你们记得那个时候 中国有一阵子啊 是禁止人民去餐厅用餐的是吧 禁止内用 那时候好多上海的民众啊 都躲在餐厅里面 然后那个警察就在那个玻璃外巡逻 然后店家就全部都这样 大家还记得吗 该不会又忘了吧 即逝感啊 这个时候小粉红就说 你看可以过万生节吧 只要在这个自己的酒店 在自己家里面过就可以过了啊 OK 你以后过春节过亲民过冲秋 你也在你自己家过 好吗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啊 他们都想走呗 哇塞 他们走就叫上车了 然后他们看到了他就走 对 你们是什么时候进来了 小姐姐 进来好久了 你们怎么不走呢 不急的时候 拍拍视频 明天还来不 不来了 不来了 回答的这么坚决 明白 明白 这样怎么不错了啊 那那那那很难点 那叫车吧 叫车吧 真的是非常可怜 那其实不仅上海啊 杭州还有广州 比较知名的一些城市 大城市啊 也有很多扣者被抓 当然这次中国人民 还是没有在怕的啦 还是上街给警察抓 也要装扮 因为在我看来啊 一些网友也分享过 被抓的这个代价 其实很小的 你就是去警局做个笔录 登记一下资料 你就可以回去了 并不是会什么寻寻之事啊 不会像疫情那样 抓了就关个七天 十四天 一个月那样 出不来 而且 我相信 中共很多警察自己也知道 为了这个万政节 去抓人 也是很荒谬的 虽然你打的这个怕踩踏的事件 而这些公安啊 为了自己的饭碗 也只能硬着头皮干 应付应付上面 业绩有达标就好了 不然你各位可以看到 有这么多的扣者 为什么象征性的抓了几个 比较这种代表性的 比较这种夸张性的 为什么不全抓呢 例如一千个扣者 为什么只象征性的抓了 五十个一百个呢 而不是一千个都抓走 或是抓了五百个呢 不是中共警方抓不过来 是他们出勤的人力 相信上海人是看得见的 有多少哈 若中共警方 硬起来抓人的话 你可以回想一下 疫情的那个时候 封城的那个时候 大白当街在世的那个时候 你们可以想象 中共绝对有这个能力 可以强力的去抓捕你 大家去细评一下我说的 所以大家可以上街这样 冒着这个偶尔被抓的风险 这个是党的恩赐吗 还是本来就是你们应有的权利呢 当然啦 如果怕发生踩踏事件 就禁止过万圣节的话 那前几天南京车站 人多成这样子 这样子就不怕发生踩踏事件吗 去年的资博烧烤 今年的哈尔滨 不是中共也宣传 超多人来啊 什么几亿三亿五亿之类的 怎么不见中共禁止 人民上街去哈尔滨 去资博旅游呢 你们说这可是好几亿的人流 不怕踩踏吗 你说一下这个对比万圣节 数百倍的人潮啊 那反观我们台湾的高雄 桃园台北 还有市政府会举办一些万圣节的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啊 还有台北市长蒋万安啊 都上街角色扮演 这两个人还是不同政党的 而且还办了很多很多活动 鼓励大家来这个上街参与 而且就非常的亲密 你看到身边也没什么保镖 即便有保镖应该也是排在很后面 但是你看一下现任的上海市长 还是前上海市长李强 他们有这种程度吗 他们不可能会出现在这种场合 还跟你一起过万圣节啊 他们连春节都不会跟你一起过的 他们即便出现 身边是十几二十个保镖 我相信你们看你们自己家的市委书记 县委书记就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网友的留言 你以为是禁止了Course 其实是在Course上海风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因中山公园内部整修 公园于2024年10月27号下午14点起必圆 今日中山公园每个地铁狗有四个警察 长林路上每隔50米就有两个 公园基本上没有人Course了 路上有人说没了没了走吧 然后在公园门口说我Course的人类可以进来吗 然后地铁门口先是有人被抓 再是有人因为怕警察被抓了 和警察争论的时候 听到说你们搞清楚是谁养活谁 看到一个女生警察说 你把这个照片给我删了 甚至还有人把这个中国政府说 中山公园内部整修的这个告示牌 贴到了这个乌克兰 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馆 非常的荒唐 你看还有这个很多地方都关了 最丢脸的是什么 连日本电视台都报道了这个荒唐的事情 昨天还有小粉红在洗地说 因为日本的澀谷也发生过踩踏事件 但你看到日本禁止大家上街 脚身慢眼了吗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虽然大家可能前面那十几秒的日语听不懂 但后面是有中文 那些媒体是上海市当局 哈罗ウィン期间中市内中心部的 コスプレを禁止的通知を出したと報じています ある店のスタッフは警察から口頭で通達があったと 規制の存在を認めました 過去には新型コロナ対策の防護服の職員や 大家注意啊 後半段是在播去年的那個畫面 大家可以注意2023年 昨天我看到我一個朋友 在IG發現動說印象中應該是桃園啦 桃園的一個半萬聖節的場地爆滿人潮啦 然後政府就透過手機公告 像地震那種警示公告說 裡面人已經很多了 不要再進去了 你要人流管控 建議你們去別的地方過 這個萬聖節 但是還是沒有禁止你コスプレ在街道上哦 這個上海做不到嗎? 健康嘛 說紅就紅 說黃就黃 中共做不出來了 反而是封閉更多的景點讓更多人啊 上街之後擠在街上哪個景點不能去這個景點不能去 然後大家在一擁而至的跑到這個地鐵站去打車 坐巴士 坐公車回家 你說這是不是造成更多的踩踏事件會發生的機率呢? 是的 所以這就是非常好笑的中國使命令哦 更令人發笑的是什麼呢? 昨天是中國前總理李克強過世一周年的日子 許多的守僑人開始出現 也禁止人民去紅心路悼念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留言啊 剛剛合斐紅心路回來拍完照不到一秒就被便衣要求刪除 連回收站也不放過 並且紅心路兩頭的交警都會嚴格排查 連外送員都要開箱檢查 今天我問了合斐那邊的花店 李克強故居有人看守 不能送花 中午又去了紅心路 值勤的人更多了 距離最近的一個路口 我至少佔了20個人 還看到他們給他送盒飯的商務車 後備箱全都滿了 李老師我投稿一下 安徽合斐紅心路80號李克強的故居啊 家屬這邊的情況 兩個月前我去了一次 沒什麼警力 我就正常的瞎逛 走之後啊 在故居 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一個坐在路邊的大媽讓我過來刪照片 這裡就是中共的常規操作 這不是只針對李克強 是針對任何習近平討厭的人 還有上訪的那些訪民 去北京信訪局的訪民 都是如此之作 然後對我說這個地方不允許拍照 讓我配合一下 刪除 今天一周年我又來了 明顯感到很不一樣 紅心路口兩端設置了三個輔警 不是交警哈 在故居的口子上 站了一個警察拿著喇叭 催促的大家趕快通過 在整條路上布滿著神情詭異 盯著路人的便衣 大概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小伙子 穿著黑夾克都有現mine的那種耳機 明顯是個便衣 街上除了警察和便衣 沒什麼來紀念的市民 或者 過來看到這種氣氛也不敢紀念 或者說大家是忘了吧 你看 只要 一旦被中共統治 就是這樣的下場 你連想要悼念紀念自己 可能比較欣賞的政治人物 即便他是黨的人 不行 因為這個人我習近平不喜歡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 為什麼還有台灣人 想要去綏計 今天影片到底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好喜歡記得掰 issä 屁 ��� 瓦